眼睛怎么脑子歪的呢 有人上线吗 我又不讲了 如果没人提问的话 就在这等着吧 现在大家恐惧心里还很严重 不管是在国内的在国外的 其实如果你不上视频 不暴露你自己的长相 或者家庭周围的环境 而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这个软件是点对点加密的 你可以不开摄像头 或者把摄像头遮起来 都可以的 大家都还没有警觉 你看现在中共搞的那些大数据监控 包括你家的什么智能电视 都可以监视你的一切 拍你的视频录你的音 你们就会 国内的人都 慢慢都被固定死了 慢慢连奴隶都不如了 奴隶还有在晚上睡觉 还是他自己的 自由时间 自由空间 你们看过那个维奴12年没有 一个自由人 一个黑人 自由人 被人绑架去贩卖物 作为奴隶 他们也还是有自由的 比你们国内的这些人 现在对话有自由多了 如果你们再不反抗 再不想办法 子孙后代 起码你在 近多少年 你不反抗 你永远就会做奴隶 就没有 没有得自由的希望 你愿意这样吗 这样你也会让国际社会失望 我现在就是鼓励你 你这个有能力的 就出国吧 当然没能力 你就在国内就 呆着 自甘坐炉 其实你看那很多偷渡过来的 福建的浙江的 他们也没什么文化 你们这上推的 或者这个能上这个视频软件的 起码就是有文化的人 或者是你起码有专业精神的人 你怎么要比他们强吧 没有自由呢 还有人生乐趣 就毫无意义了 很多外国人 他就说 哎呀我就无法想象 我们能在中国那个环境下 怎么去生活 有的就提到他们的 中国的遭遇 说买个电话卡 手续 多么复杂 进银行 还要什么 办个银行卡 也不知道有多麻烦 还安检 我都很惊讶 我说现在进银行 都要安检 然后很复杂的 提供各种身份 德国的办这个复杂 你不能当上领卡 因为他要验证 他把你那个卡 再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经过一切验证以后 他再寄到你的住处 不像中国人 拿个生日就可以开卡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银行也搞什么 安检 可笑 就这些人 有点权力 他就要难用 你说你银行有安检的必要吗 柜台内外 都是有保安促使的 别人也冲不进去 那我们看吧 就这 现在已经十分钟了 四十分钟 他就是四十分钟的时间 四十分钟到的 就加入不进来了 我在想 如果再 坚持几期 如果还是没有人参与到 我也没有必要的 我就抛弃你们了 我觉得每个星期 我讲一讲 各国的政治制度 以及 老些国家的 非暴力抗争的经验 讲了以后就 结束了 就不需要这个什么 讨论啊 提问的环节 觉得你们 德语叫 你没有正的 不配的 当然用中国来说 不配的 这个就有些 道德上的一些浅测 但是英语啊 和德语的 又说的就是 不值得 因为你没有付出努力 你就没有 你就没有资格得到 得到这个东西 想想我如果不关注这些事 我会 我的法律研究 政治研究 也会更轻松 有更多的时间 然后人也会经常 也会轻松 轻松很多 我也会有 个人生活 我现在每天就 除了吃饭 睡觉 就都是在电脑上 或者在这个学习室里面 就没有个人生活 天就自救者 也可能像那个 我想想的 叫沙伦思通 当年那个 512地震以后 他是这个达乃喇嘛的信徒 他说这是因果报应 当然说佛家的话 是这样 那中国人就估计 又找着一个出口 或者政府主导 找一个假想笔去攻击 然后凝聚一下 这个他党的英明领导 确实就是自欺欺欺 那些五王们也都说 拿他钱才去说话 不知道多少人 真正听到这句话 会去攻击 杀那个思通 因为英国报应在中国 本来就是一个常识 大家都认同的 起码都知道这个说法 怎么会能攻击他呢 应该是共匪指导的 或者组织的 还有那些 所谓的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 他听到共匪这个词 就急了 不是很搞笑吗 中国共产党 作为就是匪 而且他又自称共产党 国家上也都 就认同他是中国共产党 他那怎么改的 你说他不是真共产党 真共产党是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上 那么多失败的国家 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杀了那么多人 把搞得一刹糊涂 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我没看到 别说什么共产党 别说那些 你能保障人权尊严 保障大家的尊严和自由 不受侵犯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些就我经常提到的 德国宪法的前20条和那个1003条 你能保障 你什么主义都好 德国从18级几年就开始 成立了这个 他的法律就明确规定了 这个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 他们才是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算什么 跟你那些 马列子孙 竟然把什么 列宁认为自己的偶像 你觉得你是脑袋进水了 列宁就是开创了 在所谓的共产党里面 搞什么等级制 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奴隶制 亲眼的控制 对人的尊严 对人的自由 对人性的侵犯 毫不尊重 就是一个大罪 那我才发现 我这里面康宰开 我不冷 还好 看情况 目前是没有任何人的上线 是不是 国内现在已经10点38分了 有些晚了 还是怎么回事 奇怪了 瞧瞧看一看 我觉得中国那些民间的那些 你知道那个什么 以前我小时候经常看河南 河南不远 湖北河南交界 很多河南人就经常去走街串巷的 走村串户的就是摸剪子 呛菜刀 唱的挺有韵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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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电脑又正在受到攻击 有意思 昨天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目中大笑而醒 我现在共产党应该是快差不多了 他现在遭遇的困境 不张胆的经济骚扰政策 对美国也好 对对对对 尤其是他对这个非洲啊 哪里美洲啊 中东地区的这些 嗯 干涉 既让美国不高兴 又让这个 叫什么 受受受受 叫什么 相关国家 受牵连的国家不高兴 你要是说跟人家搞一带一路 你就让人家真正的享受到利益 搞成的好了 反而人家就陷入债务危机里面 这就是共匪集团统治必然导致的后果 我2013年刚到这边来的时候 很多国际机构的人都说 习近平将来可能会走上希特特之路 他们觉得 他们的反应很让我惊讶 或者是很奇怪很有意思 马上反吃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成为希特特 他们似乎认为希特特特再也不会出现 不管是谁 我说那个你看到发展的 他国内矛盾大了以后 他就要向外转移矛盾 虽然形势不一样 当年是因为没有这些 这么多经济手段 只有就抢夺资源 生资源 刚才我在前一段讲的 罗斯的那个自然资源叫生资源 还有叫什么 大家就明白 就是靠抢夺资源建工厂 剥削劳动力 现在共产党就靠经济手段 所以是个所谓的投资 陷入债务危机 然后偿换不了债 就把主权给他了 这样他所援助的所谓的合作国 也都是一些狗屎国家 是哪个公司 我又不了解那些什么奢侈品公司 说中国是一个死国家 现在又出资了共匪的敏感身金 其实共匪接触的那些 难兄难治们都是死国家 共产党 让他们被一路陷入债务了 其实就不是他们国家陷入债务 其实是这些叫什么 既得利益集团人们陷入债务 他们当然不满意 更不满意 其实他们国家利益受损害 倒并不关心 你像中国共产党 几百万乒乓公民割出去了 然后中国人民是不是受苦 环境是不是受到破坏 他也不管不满 只要自己能挠到血 所以他这个在欧洲 不在在东东 在这个非洲 他的投资虽然保了 中保了某些政客的私务 但是太少了 他们还有统治集团 他们还有这个衣服阶级 或者他们统治基础 让他们都受到损失 他就失去 民意基础 失去一定的支持 虽然他们国家的民众 普通民众现在还没有力量 但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 就也成了共产党的 刀下菜了 当然不愿意 现在是个时机 包括美国现在也在游说 他的盟国 包括欧盟的这些国家 包括其他国家 美国除了欧盟 还有很多盟国 要让他们弃用华为 这是我的很多年就一直在做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有些老师 突然有了中国学生 又突然用起了华为手机 不估计就是那些公司 那些特务送给他们的礼物 而且这些老师因为和我有接触 估计就是我用的不是国产手机 他们没法窃听 估计他们就送一个手机给那些家伙 那些老师们 当我那些老师可能就指示技 就用了 当然教授不需要 教授每年每个教授 真正教授是独立自治单位 一个教授就像一个国家的国王 他可以决定他的工作放在所有事情 而且每年 我们这儿是好像每年六十万欧元的 我们法学系 我们法学系其实不大 六十万欧元的精神 嗯 不知道是整个法学系还是 某一个 这有法律它分三个分支的 民法 公法和刑法 公法就是涉及国家的关系 公有机构 或者是政府或全有合同关系的 你跟这边的那个检查烟囱的人的师傅 也属于他如果侵犯了公民权益 他也是受到公法 在公法范围 受到公法规端 你看这个构策的非因力组织 他也属于办 就是 他属于公法机构 他享受政府补贴 然后如果他停止运营 或者被妙领停止 他的财产就要由政府来支配 分配给其他的 当然政府不能把这钱 收到国家财政里 要把资产都分配给其他的需要 有需要的公民机构 公法在德国也是一个 当然在德国它意义不重要 对我们中国就很重要 就是真正的保障 能力全力 规范政府行为的一步法 就是基本的东西 当然德国的经济法 你像我在网站里发表的那篇文章 或者翻译的那个案例 加上我的评论 这一个大家无法理解的 就是一个四人关系的 四个人的 就是A把他东西租给很之前的 现代化仪器 简单仪器租给B 到期来后 B没有还给他 反而把他转卖给他C 但是他说是他的仪器 然后他同时和C C又签订了一个租用合同 就是虽然他所有权卖给C 但是他还是从C那里面 从C那租用 这样于他就只用 他把那个仪器几百万美元卖了 他每个年就只用 再交一点租金 他就可以使用 他这个C又把仪器卖给他D 他不知道他以后 真的是说他也是B的 B卖给他的 然后这就复杂了 可能无法理解 就是你们的误权关系 那个答案我还没写 因为只有一个人发表评论 没人发表评论的话 写来也没意义 我有可能给那个发表评论 私下回复 究竟是什么法律关系 德国法律 他在保障你个人利益 不受损失的情况 保障你误权 就是你的所有权的情况下 他也兼顾社会经济交往的利益 他这个法律规定就是非常复杂 你得从什么第几十条 一下跳到第一千多条 两千多条 然后又跳回来什么八百多条 六百多条 很复杂 但是规范的很好 保障每个人的利益不受损 而且保障经济运转 当然你那个恶意的 侵占别人的利益肯定要受损 如果要把钱还给你 你还得坐牢 还得补偿人家的损失 但是德国这个法律 他这个对消费者照顾的不够 德国毕竟他当年制定法律 就是贵族制度 所谓的很多共匪酒狗们 很欣赏的 经常用到嘴里面说的 贵族主义贵族 所谓的贵族就是当年那些 压迫阶层给自己的起的称呼而已 因为他们贵一些 对别人贵重一些 他们制定的法律 更多是自己的 你像德国刑罚到现在 还可以用钱底坐牢 五年都就可以 就是像五年有纪托刑 或者是罚款 然后他这个现在民法中 有些条款还是当年的 就是帝国法院 或者是帝国议会 帝国政府 他根本就没改 但是他用了邪体字印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议会文中不改 他觉得没有意义改 或者为他保持 让大家知道他们这个古老的法律 很有意思 所以一切都大家不要抱着任何幻想中 天上几乎掉下那个碗里的制度能保障你的利益 而且有些现在在这个共匪他的 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 沾着点光的 啃一点肉骨头的 或者喝点汤的人 他也希望这个制度能保障 他的利益保障 他剥削别人的权利 这肯定不应该的 你剥削压 你剥削别人多了 你就得自受其害了 你尽量出现杀姐 杀法官 杀政府工作人员 杀城管 网络上一片欢呼 他都说杀了好 当然我不赞同杀人 毕竟人 有一次机会做人也很困难 难得的 然后给他活着的机会 给他改过的机会 但是明显反应的 你说明这一是被杀的那些人很多 另外一个没有人同情 而且这些不同情 甚至欢呼的人中间 他说不定哪些 他也控制不自己 就是你倒人 也还是民主制度 才能保障民主 法治才能保障所有的权利 那有人说这个民主制度 什么能导致多数人暴政 这是他对民主制度一直办起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就不再重复了 民主是一个很细致的设计 精巧的设计 不说投票就行了 那如果投票就行了 我一个村里面 50个穷光难 一个有钱的 那50个人投票 把他杀的 把他财产分了 把他东西都拿了 还把他人给吃了 一定有可能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 民主制不是这样 2000多年前 古希腊 他也是民主制 但是他只是对自由民 是民主制 然后古罗马又继承了古希腊的制度 古希腊当年扩展的很大的 他有一些邦 就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它是一个半岛 狭长性的 南丹 他们也加入了希腊联邦 因为这个邦城 他们也用了希腊的法律 然后当时那个罗马 他们当时也是 还是一个原始联邦的 原始共产主义 然后他们那个派人 他们就派人学习 把他们那个联邦的法律 希腊联邦的法律 他们就是邻居嘛 虽然你看地图 那个意大利在这 然后那个希腊很远 隔了海 但是他们当时 又是意大利那个半岛的 南丹的 也加了他们的联邦 他们就把那个法 也抄回去了 抄回去了 觉得很好 把他们神话也抄回去了 所以你看 古洛马神话里面 希腊 古希腊神话里面 是一样的人 故事情节的人 就名字不一样 他们也是 统治者 为自己所用嘛 改了个名字 然后古洛马就制定了 十二通表法 这十二通表法 后来又被德国继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德国 他当时 德意志人就很勤劳 他给他生存环境恶劣 他也有这个阿尔卑斯坎党的 所以这个古洛马对他们的侵占就不很 没怎么奏效 他们当时就在奥克斯堡 奥克斯堡 我上一次参加世界民族日活动去过 发了照片 视频 然后就是 所以 日耳曼人在抵抗罗马战略中 也变得很顽强 战略力很强 后来他们就慢慢就发展大了 反而他们就成了神圣日耳曼帝国 德意志民族 继承了神圣日耳曼所谓的 神圣罗马帝国 继承了罗马帝国 因为他为人家神圣罗马帝国 他就得到这个教皇批诺 教群当时也是给亚曼人的功绩 你看那教皇 我们这班贝德 有一个教兰 好像四世教皇是从这出去的 因为他在西方讲家族 他们就整个欧洲 当然都是被所谓的共费走狗们 认为的贵族们统治 你看那教皇的衣服 就跟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 相金带银的 你看那花多少钱呢 你看那电视电影 当时人们生活也很贫穷的 住在茅屋里面 又脏 吃一小时的 但是教皇就 搞那么奢侈 所以大家就 不要对任何人抱一个幻想 除了民族自由 没有什么能力可幻想 然后当年古罗马把希腊法的综合为十二条 写了十二铜表法 怎么样用那个铜呢 他们的中国早 人类文明从西向东传播了嘛 从西向东迁徙的 不仅是传播 并不是说中国人 就自古以来几十亿年以前 或者几百万年以前 就在那儿土生土长出来 人类都是从 非洲这边迁过去的 就是西往东迁的 对文明也是从这边来 因为这边先定居下来 它有时间进行 发展了 而中国人一直在往东迁 一直在迁 所以没法发展文明 在活命保命 但是后来这边发展文明 慢慢传过去 当然他们就叫十二铜表法 他们已经能用这个铜制作精密的那个牌子 然后把这个法律刻了上 所以就像中国还是什么青铜 当年青铜上面诸的法律 就觉得很先进 比人家差人了 那样是真正的野铜野体 很早的野体 所以当时这个 昨天前天 有一个助教 他在说 他正在研究 因为现在德国民法 有个九十条 九十条 九十A 为什么叫A 因为德国的法律 它是这样 它的修改 它为了不改变条款 它就是去掉条款 它也保留着 比方说第多少条 现在已经被取消了 但是他会 他们写个括号 以取消 然后以前有个九十条 就是这个物品 是什么可以活动的 有人什么叫木 它跟人进行区分 然后以前把动物就没有进行区分 后来加了个九十A 就是这个动物专门的动物法律 保护法进行规范 以前没有动物保护法 没有这个动物保护的概念 但是他在这个名法中 还是比照物的法律 进行应用 就是如果你有一条狗 你是他主任 也有所有权 但是你不能无限制地对待他 那一个物品 你有一个凳子 你会拆掉它 烧掉它 砸掉它 但是狗 你就不能 他就说 他当年古罗马 也经历了这个事情 早期奴隶 他也是当着物来对待 但是它从而是人的 明显它跟奴隶主是一样的一个生物嘛 所以他们也加上了这个 奴隶虽然不是物品 但是它的法律条款也是比照着物品 你看看这两千多年来呢 我们才从那个把努力当人当物品 不再把努力完全当作物品 进化到不再把动物当物当物品 这也就是在少数国家 这就是当年古罗马 现在的文明国家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些法 至于吃狗肉这个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因为人家很多西方的理解 如果你把狗养得像养牛 养猪一样的 当作肉食产品 你怎么能够 你吃猪肉牛肉的 没有资格批评别 但如果你偷人家宠物 就是家庭成员 就是人家跟家人有感情的 偷着打扫沙拉 或者是虐待的 那就是犯罪的 当然这个是别过 他没有人养狗 作为这个肉狗寺 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法律条款 还没有考到这方面 如果将来那个朝鲜人 或者是 广西人 越南人多了 在西方国家 人家就养狗吃 这估计要制定新的法律条款 或者是如果这个养的人 懂法律 他可能要先申请 你这个违反法律 因为这个你们为什么 牛肉能吃猪能吃羊能吃 为什么这个狗就不能被养着 来吃了 这个看着当时法律怎么制定 34分钟 还有10分钟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上线来讨论 我们就别晚了 现在是16点 然后国内的话就是 我今天定的时间长了 我现在定了到16点半 这段时间下午4点半 定了一个方便 定了一半个小时 我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 一会他们有时候练功夫的也要过来 练功夫也推迟了一个小时 今天特别冷 天已经黑了 大家看到没有 天气不好 黑得很早 经常在国外的论坛上发 你知道中国人怎么称民主国家吗 称他们为自由世界 这次比较触动很大 那么你就表示了惊讶 或者点赞 然后呢 中国是一个史国家 那个奢侈品公司 大家都看得很高兴 共产党现在已经暴露它的本质了 以前很多人还不知道 受到他们这个 因为共产党大外宣影响 另外一个是西方这个 维持的拍马屁 包括他们的政府和企业家 共同营造的谎言 欺骗他们本国人民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问一下 我们有什么东西 谢谢观看 大家不要幻想了 别人去牺牲自己 搞暴力革命 让你得自由 一个是你自己都不愿意 你想想还有多少别的人愿意的 另外一个 可能这样的就是会出现 俄罗斯那种情况 就是这些 军队或者特务们 他们倒希望将来能够夺权 不知道我一个眼镜出什么问题 怎么老是歪着 这个支架 变了 等一会儿 大家看过 一个黑人的视频没有 他应该是一个美国黑人 痛心疾首 非洲兄弟 黑兄弟 你们不要不思进取 真的什么 又不知道怎么组织社会 进行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活动 有效的组织社会 整个社会生产 或者是各个方面 另外一个 整个非洲都没有一个 石头建的房子 你看那非洲的那片子里面 都是跟中国有些贫穷地区的 用一些树枝草 搭着小矮盆子 然后用油分一糊 糊了起来 就住在里面 就跟几十万年却一样的 就是不思进取 这是用什么 人就是这样的惰性 他那边不吃吃 不缺吃 不缺穿 不缺穿的 天津又暖和 然后去采集一些植物 打一些动物吃就够了 不像当年欧洲 都是茫茫大森林 不仅心情的牢笼 就会饿死 就会冻死 所以就永远不好杀 中国现在也一样 后来中国人逃到那边 或者说迁徙到那边 有大海 喜马拉雅山 挡着 然后黄河流域 叫什么农业生产 也相对来说很稳定 靠天收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几千年的农业牧民 就包括后来 这个长江流域的 八百里林代都砍发来过 也是肥沃的中级平原 那也不思进取 导致中国人的那个惰性 所以就 讲到共产党几十年 你一看到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研究了所有这种能接触到的 前共产党国家的 包括他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 什么塞尔维亚呀 什么什么 南斯纳夫 前南斯纳夫那些国家 波兰呢 为什么都那么难 这共产党一方面把有良心的人都杀了 把社会良心破坏了 另外一个用制度去导致那人 你干得好 你反而得不到什么 你还受到 受到打击 所以大家都 一个优秀分子 优秀思想被灭杀了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是 过一天睡一天 养上这个习惯的 东德到现在 西德磨后多少 我们每年还要给东德交团结税 交给联邦政府 让联邦政府把那群众的援助他们 结果他们永远是扶不起来 扶不起强的难民 那些老共产党朋友还成天油盈示威 要求回头共产党统治 你说这些的 估计当时他们在位的时候 就靠剥削压迫别人 他觉得挺舒服的 现在什么都在靠自己 不满意了 这共产党人心的损害是很严重的 对大家要奋起 你从来要学习了西方的文明 用来教导自己的子女 你像古希腊那时候的哲学家们 比现在中国的什么思想家们 还不得先进多少 那就得提自由 提人权 更过是那个 那叫什么 明代那个叫理智的 而因为宣传自己反而被 他当然好像是个官员 小官 管起来 他用剧一刀把自己自杀了 好吧 又结束了 他已经在这个门前了 拜拜 今天先就这样了 看看在哪 就不过是 这 wal dele 为什么 参加啦 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再让我们再来 我们先把那个头发放在哪里